为了展现邻居族人的情感 万荣乡公所每年都会举办感恩祭 并且邀请各部落共襄盛举 除了乐舞展演之外 传统技艺竞赛更是不可或缺的项目之一 杀出分石是原名各族群重要的文化 而族人平时也会依照Gaia的方式来进行 公所则希望能够透过列入传统竞赛的方式 传承这项文化 同时呈现族人精湛的技术 由于刀具非常锋利 因此在进行肢解的时候 必须要全神贯注 传承文化 会杀猪才是泰鲁格南人 觉得还有那个竞争的心态 然后就还有那个荣誉感 想要赢 所以就是觉得蛮刺激的这样子 所以说这次要比快也是比安全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在学脚场上 两边选手互相进行试探 考验的不只是外在的力量 如何运用技巧 掌握时间才是制胜关键 而今年也再度由建勤部落拿下冠军殊荣 先攻击性 试探对方 然后如果对方有攻击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技巧反转 把人家扳倒这样 我们这些选手都是有在训练过的 要残联八连胜没有问题 这女们熟练的进行织捕的功项 看似简单的动作 而背后都需要历经长时间的磨练 才有办法织出一件道地的德鲁股织捕 我们只要上机 上制箱的话 开始制的时候心要进 就是如果心不进的话 你制出来的东西不好看 透过这样的活动 就是不是只有跳舞唱歌 这样传承文化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比较 真的是实质太鲁格的一个文化精神 就是公益记忆的传承 相长强调当代的感恩记 忽然包含丰富的文化样态 但是传统的记忆以及仪式 才是族群内涵的重要象征 而今年也持续附赠 祭钱祈福仪式的环节 邀请巫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完成 这个很重要 以前过去都没做 今天我就想到是这一点 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做了 让主人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缓解的一个动作 他得知说仙人都很高兴 办这活动很棒 今年在会场也特别扩大规划 文化场域的部分 重现过去祖先门的生活样貌 而针对主人反映动线不明确 以及区域划分过于狭窄的部分 公所则表示 明年会精进检讨 有些新闻杂料 Bits和年万荣采访报道